心灵暖流 简单生活的真谛 学会断舍离 让生活更美好 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琐碎和繁忙 我们不断追求更多的物质和享受 然而 当我们陷入这种无休止的追求中时 往往会遗失了生活的真正价值 我们的生活变得复杂而纷乱 我们不再拥有时间去品味生活的美好 这就是为什么断舍离变得如此重要 它是一种回归简单 释放内在宁静的过程 它不仅仅是整理物品 更是释放内在的包袱 让我们的心灵得到解放 让我们一起探索如何学会断舍离 让生活变得更简单 更有意义 请记得帮忙订阅 按赞及分享 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 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 及分享更精彩 有内涵的文章 谢谢 1.简单生活的美好 在现代繁忙的生活中 我们常常陷入了忙碌 和物质追求的漩涡 然而 有一个古老的智慧理念告诉我们 简单生活才是真正的美好 当我们谈到简单生活 我们不是在倡导放弃所有 而是在提倡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当你将不必要的物品 剪至最少时 你会发现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时间 人际关系和内在平静 想象一下 你拥有一个小而温馨的家 家中的每一个物品都是你真爱的 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温暖和回忆 相比之下 拥有一大堆不必要的物品 只会让你感到混乱和不知所措 简单生活也鼓励我们专注于人际关系 当我们减少了物质的追求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关心我们的亲朋好友 我们可以坐下来与他们深入交流 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这种连结比任何物质财富更有价值 此外 简单生活也有助于内在平静 当我们拥有过多的物品时 我们常常感到焦虑和不满足 我们不断地追求更多 但却很少停下来反思自己是否真正需要 断舍离帮助我们放下这种无谓的追求 让我们找回内在的宁静 因此 让我们学会珍惜简单生活的美好 让我们放下那些不必要的物品 专注于人际关系 并寻找内在的平静 这是一条通往幸福和满足的道路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个旅程 二 物质主义的困扰 现代社会常常灌输给我们的观念是 拥有更多的东西等于更幸福 然而这种物质主义的观念 往往让我们陷入了困扰和迷惘中 我们被告知 拥有最新的手机 昂贵的汽车 时尚的衣物和奢华的居所 才是成功和幸福的象征 于是 我们开始不断地追求 不断地购物 不断地扩大我们的物质需求清单 我们忙着追赶最新的潮流 却忽略了内在的需要 这种困扰不仅体现在我们的财政状况上 更体现在我们的情感状态中 我们变得焦虑 不满足 甚至感到空虚 每当我们获得新物品的时候 短暂的快乐似乎总是迅速消散 留下的只有更强烈的渴望 断舍离的概念 提醒着我们物质主义 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 相反 它可能让我们深陷于 无休止的消费回圈中 导致精神上的空虚 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内在的满足感 深刻的人际关系和内心的平静 因此 让我们反思自己的价值观 不要被物质主义所困扰 让我们学会断舍离 放下那些只是为了满足一时虚荣心的物品 寻找真正的幸福和内在的宁静 或许 当我们拥有更少的物质负担时 我们才能更自由地追求生活中 真正有价值的事物 三 心灵的解放 当我们开始断舍离 摆脱不必要的物品和追求 我们经历了一种心灵的解放 这种解放不仅体现在我们的物理空间中 更体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首先 断舍离让我们摆脱了物质的负担 我们不再被大量的物品所困扰 不再为拥有更多而感到焦虑 这种解脱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 去思考生活的真谛 其次 心灵的解放 意味着我们不再受到虚荣和外界评价的困扰 我们不再需要透过炫耀奢侈品 或拼凑生活来获得自尊和自信 相反 我们学会了专注于内在价值和情感丰富的人际关系 这种心灵的解放 也体现在对生活的态度上 我们开始更加感恩当下 珍惜每一刻 我们不再追求无止境的欲望 而是懂得满足于当下的平静和喜悦 这种态度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内涵 更加充实 最重要的是心灵的解放 让我们找到了自己真正的自我 我们不再受到社会的价值观和期望的束缚 而是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我们变得更加坚定和自信 因为我们知道 真正的自由和幸福来自于内心的平静和自在 总之 断舍离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整理 更是一场心灵的解放之旅 当我们拥抱简单生活 我们找到了内心的宁静 获得了真正的幸福 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让我们一起走向更简单 更充实的生活 四 实践断舍离的步骤 实践断舍离的步骤 可能看似简单 但在实际操作中 需要坚定的决心和持之以恒的毅力 然而当我们付出努力 逐步将这些步骤融入生活中时 我们将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灵宁静和生活简单 首先 要开始断舍离 我们需要检视自己的物品 问自己一个关键问题 这个物品对我的生活是否真的有意义 我们需要学会放下那些已经过时或不再使用的物品 以及那些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欲望而购买的物品 这需要勇气 因为我们经常与物品产生情感联系 接着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清晰的整理计划 这包括确定哪些物品是必须的 哪些可以被舍弃 哪些可以被捐赠或卖掉 我们可以分阶段进行整理 每次专注于一个特定的区域 以避免不必要的压力 同时 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 断舍离不仅仅是整理现有物品 还包括不再购买不必要的东西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购物清单只购买我们真正需要的物品 而不是受到广告和促销的诱惑 最重要的是 断舍离需要持之以恒 这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 而是一个长期的生活方式 我们需要不断地解释和调整自己的生活 确保它保持简单和有意义 在实践断舍离的过程中 我们将体验到一种自由和心灵的解放 我们将发现 物质并不是真正的幸福 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内在的宁静和自在 让我们一起走向更简单 更有意义的生活 学会断舍离让心灵得到释放 断舍离是一条通向心灵宁静和生活简单的道路 当我们学会放下物质的负担 释放心灵的包袱时 我们才能真正品味生活的美好 不再埋首于琐碎和物质 我们可以专注于珍惜每一刻 享受当下 生活不应该变得复杂而沉重 它应该是一段充满爱 喜悦和意义的旅程 让我们学会断舍离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 更加丰富 在简单中我们找到了真正的自由 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幸福 无论何时 只要我们感到生活变得繁琐 不妨回顾这段旅程 回想断舍离所带来的改变 我们就能重新找回那份心灵的平静 和生活的简单 因为生命太宝贵 要好好珍惜 谢谢观看 请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当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